尽管外界质疑声浪四起 但是政府强调 不会检讨领选U-Mobile有限公司 建设第二个5G网络的决定以外 通讯及多媒体文会 也有权师加特定条件 也是通讯部长的法米指出 通讯及多媒体文会将向U-Mobile 四人有限公司施加特定条件 以开发我国的第二个5G网络 至于涵盖哪一些条件 一切将交由有关文会来定夺 法米昨天在国会也解释 虽然目前外资持有U-Mobile股权 但是依然符合政府颁发执照的 特殊执照条件范围内 该公司之前也承诺 会减少外资持股比例到20% 以确保本地人有更大的控制权 资料显示 相关公司有48.28%的股权 由一家新加坡外国公司所持有 救出人的股权 因此垢通讯判